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大家好,我是大眼 正當烏克蘭的四周公投 進行到最後一日之際 普京就簽署命令 授予斯洛登有俄羅斯的國籍 那這個舉動,普京他們想釋出一些什麼訊息呢? 而美國方面呢 除了繼續說到 斯洛登應該回到美國受審之外 也乘機就爺餘斯洛登 爺餘普京一番 就說到斯洛登入俄羅斯籍之後 就有可能會被徵召上戰場 不過話口未完 斯洛登的代表律師就走出來闢謠了 那關於斯洛登入俄羅斯籍的這件事情呢? 我們稍後回來 就會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正所謂青年強則國強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給我們有動力 去到繼續說好中國故事 在莫斯科時間的9月26號 俄羅斯的總統普京就簽署了一個命令 就為給予一班外國人擁有俄羅斯的國籍 當中就包括了 前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僱員 斯洛登 我相信大部份的朋友 對斯洛登都不陌生的 因為他在2013年的時候 他就向世界爆料 就說到美國有一個零鏡計劃 就會監控著全世界的 包括世界上各個國家的元首 或者一些政要 所以就導致了美國他們 就冤枉斯洛登是叛國的 其後 斯洛登就經過我們香港 就走了去俄羅斯 就開始了他逃亡的歲月 而他在當年 2013年 也同時間獲得俄羅斯 受予他一個政治難民的身份 到次年 斯洛登就獲得了三年的暫居權 去到2020年的時候 然後呢 斯洛登就出資在俄羅斯 等到俄羅斯給他一個永久居留權 但是大家要知道 永久居留權 和國籍 就是不盡相同的 一般如果移民去外國的話 你首先會得到永居權 然後呢 在規定的年期裡面 達到某一些分數的時候 才可以申請有這個國籍 一般都是 拿了國籍之後 才有那個國家的護照 這樣才叫做那個國家的正式公民 所以大致上 斯洛登現在的情況 就是這樣 正式拿到這個俄羅斯的國籍 成為了一個新的俄羅斯人 美國當然不高興 俄羅斯這樣做 就等於蓋了他一巴掌 因為在美國的眼裡 斯洛登是一個叛國者 是一個逃犯 所以斯洛登拿到這個俄羅斯的國籍的新聞 一出來之後 美國都立即有回應 就說到斯洛登應該立即回到美國那裡 接受審判 但是美國有什麼資格 叫人家斯洛登回去接受審判呢 是美國政府單方面 就說斯洛登 美經授權 就洩露你們美國的國家機密 但是在大部分人的角度來看 斯洛登的爆料是沒有問題的 他這個行為 甚至乎可以說得上 更正義過你們 美國經常拍那些正義的英雄片 裡面的人物 既然你們美國 暗瓦底做了一些 涉聽全世界的事情 但是你們口裡 就經常說民主自由 又說要尊重其他國家 那你涉聽別人 本身就是不尊重其他國家了 而斯洛登的爆料 只不過是運用了自己的言論自由 那美國人對於斯洛登的打壓 就是強迫斯洛登和你們同流合污 那現在俄羅斯幫助斯洛登 在另外一個地方 去到重新過他的生活 簡直就是一個異舉 不過我們言歸正傳 俄羅斯的這個異舉 是想發放出一些什麼的訊息呢 大家都知道這幾天 就是烏克蘭四周入俄公投 差不多走到最後一天了 四周公投的意義 就是給予以前和前蘇聯的同胞 他們可以除了做烏克蘭人之外 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加入俄羅斯 做俄羅斯人 而在這個時候 普京簽署命令 去到比杜斯洛登和一眾的外國人 是可以有這個俄羅斯的國籍 其實就是告訴全世界 除了以前和前蘇聯的同胞 其實俄羅斯呢 還歡迎其他國家的人 是移民到他們俄羅斯去到生活的 那你說阿斯洛登在這一刻 來得到這個俄羅斯國籍 是什麼巧合呢 那絕對不會是 因為世界上 有很多的移民個案 每個國家都有出外移民的人士 但是普通的移民個案呢 他們得不得到這個國籍 又或者拿到永居權的身份 通常都是每個國家 處理移民事情的部門去處理的 如果每一個移民 他得到國籍都要得到 當國的政府同意 再加上要總統簽署 這是一件很繁複的事情 所以說到 今次斯洛登得到這個俄羅斯國籍 是由普京親自簽署命令的話呢 當然這是一個刻意而且高調的安排 我們看看俄羅斯的衝突發生了這麼久 雖然西方世界在背後 不停地供應一些軍備給烏克蘭 他們自己本身 沒有直接去到參與這場衝突 但是這個有煙戰場就這麼說 另一邊商在無煙的戰場裡面 俄羅斯和西方世界打輿論戰 俄羅斯是輸了的 沒有辦法 西方世界他們是擅長打輿論戰 他們透過這個俄烏衝突 也徹底地把俄羅斯抹黑了一個邪惡的國家 但是這次普京簽署命令 給到這個斯洛登擁有俄羅斯國籍 當中也提醒西方國家 尤其是表面上跟美國非常之好朋友 甚至乎桌底下是美國舊的那些國家 提一提他們 不要忘記斯洛登為什麼 會被美國定義為這個叛國的罪人 因為美國表面上就說和你們這些同盟是兄弟國家 大家是夥伴關係 但是暗地裡 美國就透過一系列可行的方法 來侵犯其他國家的私隱權 我們用另一個例子來比喻 如果你們身邊有一些好朋友 他們可能是你的好同事 或者是舊同學 你們大家好好朋友 你們大家表面上很友好 還經常聯群結隊 去到欺凌別人 而其他人欺負你 你們當中那位最強大的朋友 一定會出來為你說話 這是表面上的操作 但是暗地裡 那位很強大的朋友 原來你們的朋友圈子裡面 經常透過一些竊聽的方法 竊取的方法 就來看你們手機裡面的訊息 包括一些微信 WhatsApp 你跟誰人去到通訊 去到說話 他一覽無遺全部記錄下 那麼你在那個朋友面前 是完全沒有私隱的 那麼你覺得那個朋友 還尊不尊重你呢 所以阿斯洛登 他爆料出來的事情 就是告訴全世界 美國是有做這些醜陋的竊聽事情的 但是其實西方國家他們 未必不是不知道的 只不過礙於面子問題 大家表面上和美國都好朋友 免得爆了 其實可能在他們心目中 沒有阿斯洛登爆料 他們可以活得更加有尊嚴 因為好像現在這樣 阿斯洛登爆料 說到給那些西方國家 連德國的前總理 密克爾 都是被這個美國去到竊聽的 那麼他們可以做些什麼 譴責美國 但是又不可以說一些 得罪美國的說話 然後對於他們國家的人民來說 自己國家的領導人 是被美國這樣竊聽 又毫無還擊之力 又有肉國體 所以阿斯洛登 竊密的這個情況 對於那些被竊密的西方世界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所以在這個俄烏衝突開始之後 樂於去拍美國馬屁的西方國家 真的很好反省一下 而美國他們也很懂得去到秋水 就好像他們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一看到阿斯洛登的這宗新聞 就走出來說幾句說話 好像懶憂物一樣 就說到阿斯洛登 現在加入了俄羅斯的國籍 他隨時都有可能被徵召入伍 這些說話我們普通人說 就是茶餘飯後的話題 但是如果作為美國國務院的發言人 說這番說話 非常之不得體和顯示出 他在知識方面 是有多少問題 略言不足 斯洛登的代表律師 聽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說完這番說話之後 都走出來以正視聽 就說到 斯洛登是不會被徵召入伍的 想都想得到 斯洛登這麽特別的人物 他的作用並不是在戰場上 再加上 他沒有在俄羅斯受過一些專業的軍事訓練 更加未入過俄羅斯的武裝部隊 而斯洛登的條件 他根本就不在俄羅斯的動員令範圍內 美國是企圖想用這樣的 懶是灰鞋的方式 就跌了落地拿回炸沙 來嘲笑別人 就企圖掩飾自己被俄羅斯 蓋了一巴掌面上的那個傷痕 那真是國際間的一大笑話 其實在斯洛登這件事上 美國是根本沒有資格去到說三道四 你說那個是你們美國的逃犯 你要求到別人回到美國受審 但是我們香港的一些逃犯 走老過你們美國 那你們美國又不叫他回來我們香港受審 就好像那個梁仲恆那樣 亂港份子來的 以前曾經在我們香港參選過這個立法會議員 其後因為宣誓的時候就專門玩東西 因而就被高等法院裁定要取消他那個議員的資格 在取消他資格之前 他是以這個議員的身份 拿了政府的一些資助費用 但是當政府要問他追討的時候 這個人竟然選擇是走老 再加上他以前在香港禍港的歷史 那個走了去美國的梁仲恆 除了是一個逃犯之外 還是一個債仔 這個逃犯這個債仔 一個禍港人士在美國就申請政治庇護了 另外還有一個禍港的逃犯叫郭榮鏗 在那些亂港份子相繼落網之時 這個郭榮鏗就意識到自己 最終都要面臨這個法律的審判 那麼他就決定要逃走 經由這個倫敦再輾轉去到加拿大 來逃避法律的審訊 但是這個郭榮鏗呢 他本來在香港就是讀法律的 亦都是一個律師來的 但是他在香港的時候就知法犯法 當他去到加拿大的時候 重過他的身身 他還跟一些合夥人 就去到美國的紐約那裡 來開這個律師樓 還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就說到 他很感恩可以在美國 繼續做他的法律工作 但是這個是逃犯來的 一個逃犯 一個在香港知法犯法的律師 竟然可以大無私樣地 在美國那裡開律師樓 如果今時今日 美國還在叫囂 要叫斯洛登 回去美國受審的話 這些禍港的分子 就麻煩美國一拼打包回來 寄回來我們香港 讓他們受到法律的制裁 今天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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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